但我們認為在今天的台北 為什麼需要也來宣傳這個議題呢 因為韓國瑜他所代表的不單只是他一個人 而他背後的這些高雄的地方派系 還有在各地他所代表的這些 緬懷黨國遺毒 支持親中共獨裁制度 甚至親財團 剝削工人利益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不是韓國瑜他一個人的事情而已 而是整個甚至是國民黨 甚至是民進黨 甚至是所有在今天台面上 親資本主義 為財團出送利益的政黨 都是我們需要來反對的 所以今天罷免韓國瑜 我們不要讓他只是局限在高雄一地 讓他變成是6月6號的選舉行為 選舉以後就回家洗洗睡了 因為在今天 我們之所以宣傳罷免韓國瑜 邀請更多高雄人 一定要回去6月6號投票 在今天募資更多免費的接駁 讓他們回去高雄投票以外 在今天罷免韓國瑜 應該深化成一個挑戰到韓國瑜背後 這個高雄還有全台各地地方派系黑金集團 還有整個黨國瑜 讀了財閥制度 在今天台灣依然禍害台灣人民的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制度 所以今天在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宣傳隊伍裡面 我們拿著臉書表 拿著我們剛出爐的雜誌來跟各位朋友來解釋到說 現在我們之所以參與到罷免韓國的運動 不只是真誠的 來去邀請大家6月6號一定要回到高雄投票 然後台北人幫高雄的免費募資免費的接駁以外 我們在今天 拍電話回去 好掉 喂喂喂 1 2 3 1 2 3 喂喂喂 各位西門街的朋友 我們是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在這邊宣傳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我們知道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不應該讓它只是高雄一地的選舉 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罷免 不會因為6月6號結束之後 韓國瑜所代表那些親中共親財團 甚至是那些不會幫我們台灣變得更加性別平等 環境更加被保護的這樣的一個政治勢力 都不會因此消失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 所以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透過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無論是在台北 甚至在高雄以外的各個縣市 去建立起來屬於我們基層青年 還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 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治政黨 那這樣的政黨把它的力量建立在街頭 建立在職場裡面 建立在我們基層的青年跟工人階級身上 我們可以爭取到那樣的一個更徹底的民主 因為我們知道韓國瑜所代表的 無論是它親財團專制 還是親中共獨裁的這樣的形象 都不是我們基層青年 基層工人階級的支持民主的運動裡面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看到 在現在罷免韓國瑜運動裡面 韓國瑜它所背後代表的那些 當初之前捧他上台的地方派系 還有這些財閥 還有這些六大的財團 它所代表的這些力量 都不是我們罷免韓國瑜之後 就會消失在台灣的社會上 所以在今天我們急需要的 不單單只是個重點 擺在6月6號的投票 我們需要更多 才能夠去把韓國瑜拉下來之後 不是換了一個同樣新資本主義 同樣不能夠解決我們高房價低薪賤 同樣會在疫情裡面 把各式各樣的利益輸送給財團 但是我們基層人民拿到的 這些住房或者是工作的保障 都依然很缺乏的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 這不會因為我們拉下韓國瑜 就因此解決了 所以今天我們除了真誠的支持 在高雄發生了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我們邀請各位在台北的高雄朋友 一定月月號要回去投票以外 我們也希望大家跟我們趁一個機會來去討論 為什麼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跟我們今天台灣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息息相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把韓國瑜拉下台 但是同樣如果上台也是民進黨 他一樣會去支持韓國瑜所會支持的那些 幫高雄的各大財團 幫各種來高雄想要自由的去剝削高雄人 高雄基層青年跟勞工人這樣的一個親財團的政策 讓他換了一個顏色 繼續被施行到每個高雄人朋友身上 所以在今天呢 我們之所以會來宣傳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會邀請大家一起來支持罷免韓國瑜的運動 就是希望他不要局限在只是高雄一定的選舉行為 不要讓他在6月6號之後 大家就回家洗洗睡覺 而是要透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跟大家來討論 為什麼罷免韓國瑜他所代表的 還需要挑戰到韓國瑜背後 那些根深蒂固在高雄 在全台各縣市的地方派系 這些財閥 這些地方的黑金集團 還有所謂的黨國遺族 什麼是黨國遺族 黨國遺族不是把挑戰黨國遺族 不是把國民黨拉下來之後 換了一個同樣為財團訴訟利益 繼續讓他們剝削基層人民的民進黨 或者是各式各樣綠營親資本主義的力量 而是要建立的挑戰 整個藍綠牌新資本主義 政治制度的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 把它連結到解決我們現在身邊 息息相關的高房價 低息血和過勞 還有在這波疫情裡面 我們親身的革命 好 你這樣還可以 可以 可以